人家有时候什么都丢下来 有时候丢刀还是丢风扇的盖 还是风吹大风吹上面东西 整着飘下来 我们现在在循环路的这个祖屋区这里 那这里的第一楼的居民 有不少都会在他们的后门搭建这个帐篷的 那我们算了算有超过60户人家都是搭建了这个帐篷的 搭建帐篷会有什么问题呢 会不会出现像是卫生问题 还有安全的隐患 我们来听一下居民们怎么说 我看到很多居民住在楼下 他们自己弄那个身旁 很多花盆 椅子 人说在那边很危险 如果楼上丢东西下来 他们就很危险了 所以第二是干净了 很多老鼠这样 他们就是应该为了在那边 第一是逃粮 第二是怕楼上丢东西下来 第三是好像是塞衣服 就是有自己的空间这样 危险咯 怎么危险 刚刚好如果是火山 还是怎样 怎样跑步 蚊子什么都有 我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坐楼上 没有关系 他们可以丢肮脏 不会丢下来 还有他们可以遮椅 下椅 大椅 他们不会 地上不会是 我现在可以坐在那边 撑凉 讲话 这些家建的帐篷有些干净整洁 不过有些却囤积了很多物品挺复杂的 我们也访问了一些搭建了帐篷的居民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搭建这些帐篷呢 我们去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原因是经常上面有 通常有那些东西他们丢下来 然后因为我们是住在一楼 后面有多一个门 那我有小孩子经常在那边跑来跑去 以前有大锅 现在我们拆掉了 他讲不好 脏啊 有蚊子啊 有那个白颗 颗 这东西 因为我们塞多数要在外面 你看 假如你没有这样啊 我们是没有办法出来的 有一次我们刚好出去 楼上碰是谁 可能两公婆叫妈啦 丢电器下来啦 那个窝的盖也掉 我有报警那个 我的朋友很多人住在一楼的啦 然后现在他们很多人跟我讲 很多人要罵 叫他们收啦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有很多东西在上面 他们丢东西啊 刚才你没有看到 有盘子啦 有盘子啦 这种东西啊 谁要保护 我朋友呢 我朋友他们啦 命咧 他们的命咧 不是 可能OK 中到没有事没关系嘛 中到有事咧 谁要赔 做东西啦 OK啦 可能外面不要放这样多东西啦 可是那个店 你不可以叫他们收 他们才嘛 马林百列市政理事会 告诉城市县人 市政会 已经多次要求 居民们配合 移除摆放在公共空间的私人物品和装置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市政会 市政会也在跟国家环境局合作 张贴宣传海报 教育和提醒居民高楼抛物的危险 为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市政会 市政会呼吁居民 避免在公共空间 为例搭建结构 减少囤积杂物 清除障碍物 以及避免从窗户乱丢垃圾 欢迎你挺身而出 我们送你一百元的礼券 城市县人 62520958 你爆料我报到